阴暗的洞窑内,一个白发老头被当成血库,原不断地供养着石盆内的尸骨 等到老头惊血殆尽,尸盆开始暗潮涌动 突然一双大手从血水中冲出,尸骨终于化成人形,开始霍乱人势 南宋末年,边强叶城被敌卒大举进攻,一旦尸首,大宋很可能就此覆灭 叶城将军大壮,立马请示叶城代手 边境情况危急,他们必须让朝廷快点派遣援军过来 奈何,抬手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甚至背地里磕扣了他们一大半的惊想 守着一桌子真凶美味,在府内大肆享受,丝毫不在意家国是否安好 无奈之下,大壮只能就地征收一兵,拼死守住这座城 无极派张三丰是大壮的发小,这天闲来无事下山喝酒,也被大壮叫来,暂时抵挡外地 此时,叶城城门前,数万敌族大军虎视眈眈,张三丰率领一众江湖人士 联手和对方统帅黑寡妇周旋,黑寡妇眼见对方有武林人士参与 自知不敌,并让敌族王子赶紧撤退,他派人声动机器,先将张三丰引走 张三丰发现师妹被抓,立马飞身去追 奈何几人却无意间走进了丛林深处的虫骨 没等几人开展,一只硕大的虫子突然从地底下冲出 将一名敌族士兵掳走,随后一片阴影落下 大虫再次将另一名敌族士兵再次突入腹中 见状,张三丰迅速将师妹救下 眼看大虫,要对师兄妹两人发难 突然一段悦耳的嘀声响起 一个美丽的女人,从天而降 稳稳地站在大虫的脑袋上,将她安抚下来 看到眼前的绝世容颜,张三丰眼神瞬间亮起 他可太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女人 身旁的小师妹,一看师兄色眯眯的眼睛 便知道几人在想什么,呵,男人 奈何几人却丝毫不给他面子,直觉开口警告 若是再敢擅自闯入虫骨禁地 下一次可没有人会救他们 提叶称打完这一仗,张三丰拿好私营和美酒 便准备打道回府 但大壮此时已经孤立无援 对张三丰那是百般挽留 奈何张三丰置不在此 自权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 只想当一个闲云野鹤 平时有事没事喝个小酒 或者看一看美女 其他的都是朝廷的事情 跟将军道别后 张三丰便带着自己心得的美酒 去见自己的酒友魔教教主 这魔教教主十二年前无我不做 被江湖八大门派 联手关到了无极山的地牢中 此时的魔教教主 被四条大锄链子同时锁住 身上还被无数铁帽插在上面 四周都是无极派的机关 但是依旧挡不住 他对美酒的渴望 张三丰一露面 这人便认出了 他手中是十年的桃花尿 转而双手运气 美酒很快飞到空中 朝着教主倾泻而下 张三丰连连震惊 小老头你可以啊 主见小老头冷笑一声 你们无极派武功 智阳智刚 我们魔教去智阴智邪 别闹了 你搞不定我 张三丰性子随意 也不在意他的挑衅 喝完酒就美滋滋的回去了 此刻 无极派正是下一任掌门的竞选大会 一个弟子正野心勃勃的 要将大师兄张三丰 踩到自己脚下 在大师兄还没到场的时候 便想直接夺权 张三丰从地牢一过来 便被推上了擂台 接着师弟还挺后 他有心要教育教育这小子 便将方才在魔教教主那 学的两招用上来 砍瓜切菜一般 就像眼前的人给打下擂台 只是却没想到 他的招数直接被在场长老识破 一个正统门派 竟然去练什么斜拱 不成样子 就这样 本来该举行的掌门继承仪式 直接推迟 不过张三丰都不在意 魔教招数怎么了 只要心正 一切武功都是正门正派 奈何往那一坐 正准备炼丹的时候 张三丰发现自己腰间的地牢钥匙 突然丢了 他转头 别看向小师妹 小师妹急忙摆手 你自己丢的 跟我没关系 于是张三丰赶忙到各处去找 这么一找便再次遇到了那只大虫 大虫一见他 便不由分说抢走了他手中的酒 张三丰那叫一个无语 你不是吃人的吗 偷酒算是什么好汉 这可是他的桃花酿 十年才有这么一瓶 见虫子要跑 他立马追了过去 可最终酒是捡回来了 顺带还送了一个美女给他 女人名叫小美 是魔教的少主 一天前 教中的人联合狄族人 将他打伤 准备联手吞并大送 奈何 张三丰连耳不闻窗外事 此时还不知道这些 见美女中了尸毒 当即便将手中 刚炼成的丹药 给小美吃了进去 并在灵中 为他疗伤到深夜 而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无疾山 正遭受狄族和魔教的联合入侵 深夜 无疾山上来了一个魔教判官 此人身高三米 竟然前后有两张脸 同时手中 还拖着一个超大号的判官笔 声称要给这些无疾派弟子 逆天改命 随后 只见判官大笔一挥 所有无疾弟子 被震到十米之外 转而随意在地上输血几笔 一个血乎刺拉的死字 被印在了无疾派的大门上 而与此同时 所有魔教弟子都涌入地牢 一同将魔教教主救出 魔教教主折服数十年 功力却丝毫不减当年 一个鬼影步伐 便破了无疾派的阵法 并将现场弟子全数斩杀 等到张三丰终于将小美救活 回到无疾山的时候 看到的便是漫山遍野的尸体 张三丰赶到地牢那会儿 魔教教主已经没了踪影 只剩下躺在地上 咽一息的师父 师父将无疾派掌门人之位 给了他 同时也将手中八大门派的 盟主令牌拿了出来 并叮嘱张三丰保持正心 努力练就无疾之道 送走了师父之后 张三丰如遭雷击 他从前总觉得自己 可以处于这些江湖的纷扰外 但这次的事情 让他怎么都做不到 在独善其身 立即拿着盟主令牌 召集八大门派 准备围剿魔教 为无疾满门弟子报仇 窝龙牙 是八大门派平时 商讨大事的地方 从前无疾派都是师父 亲自过来开会 现在整个门派 只剩下他和师妹 两人一到 便看到其他门派老掌门 早已经到了 此刻正在面前的大石头上打坐 但小师妹却怎么看 怎么不对 这些人都闭着眼睛 跟他们说话 也都像是没听到一样 张三丰正想上前叫人 却不晓一阵风吹来 几人便软软的 从石头上坠下 见状 魔教教主突然大笑着 从天而降 这些人早在张三丰来之邪 就被他全数手刃 如若不是张三丰 将众人召集在这里 他恐怕 还没那么容易 将八大门派聚集 这小子可真是他的福星 你看看 这说的是人话嘛 福星 你还灭了人家满门 张三丰眼看着仇人就在眼前 疯了一半 便朝着魔教教主冲了上去 奈何 他虽然是无极派的大弟子 却根本不是魔教教主的对手 在地牢的时候打不过 现在教主恢复了自由 那是更加不可能 片刻之间 张三丰就被对方打得口吐鲜血 但这魔教教主反倒是挺满意 在地下接牢那几天 他没少见张三丰练功 张三丰几斤几两 他心中清楚得很 但见他如今长进这么多 觉得这小子也算是个人物 正当连人不疼不痒的说话之时 小美突然分析而来 张三丰这才知道 这小美竟然是魔教教主的女儿 这教主一看 这俩人认识 别盲问女儿是什么渊源 听小美称 这张三丰无意间救过他的命 教主对张三丰那是更满意来 这小子也是不错的女婿人选 毕竟这些年 也没少给他喝酒解闷 无奈 这头画风刚刚走偏了一会儿 另一头敌足的面具男 突然从边上冒出来 看到一地的尸体 面具男十分得意 利用魔教教主解决八大掌门的计划 果然没错 想不到这老头子虽然老 他还是有点用 魔头看见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玩意就烦 现在还竟敢给他口出狂言 不教训这鬼东西 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迅速让小美先走 自己现在就解决了这个祸害 面具男以尸毒练功 一身的邪气 如今 魔教的七煞爵 对上面具男的古诗不死爵 只有谁比谁更阴 谁比谁更毒 魔教的邪功已经够方来 没想到这古诗不死爵 却更加邪乎 刹时间山谷内阴风阵阵 树叶纷飞 夜来一回见 魔教教主竟然被这不人不鬼的面具男 给打得直吐血 张三丰见状 便也飞身上街 这是敌足的人 无极得面门惨案的最后祸首 他不能无动于衷 可魔教教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张三丰又怎能打得过坦 几招之后 张三丰再次被打回原地 看着所有人都倒在自己眼前 面具男得意一笑 并抬手摘了自己的面具 张三丰看着面具下熟悉的面孔 顿时气得差点再吐三生血 这个面具男竟然是夜城的将军大壮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明明之前他还在劝自己留下来 同他一起抵御敌族 保家卫国 怎么一起之间 他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只见面具男 咬牙切齿的跟张三丰道 因为贪官 因为朝廷的无能 他曾经拼死在夜城城门前 抵御敌族的来犯 可落得一身伤回到家 却发现 抬手竟然背着 撕吞了大半的军饷 敌人都已经打到了城门前 这些人还在中宝四囊 大肆享乐 他对这个朝廷 这些贪官 憎恨之计 所以他要杀光所有人 重新建立一个新世界 说完 面具男必让张三丰自己选择 是跟自己一起联手 解决大宋 还是选择现在就此 张三丰大骂 你做梦 这偏台玩意 因为自己受了委屈 就要杀光天下人 简直丧心并光 面具男被面前的人骂得 顿时恼羞成怒 抬手就要对张三丰发作 小师妹见这人要伤害大师兄 当即冲到了最前方 替张三丰抵挡住了 所有伤害 被面具男手上的尸毒 直接欺入了五脏六腑 当场死亡 见状 魔教教主大喊通天隆才 让大虫护着大家离开 转而直接欺身而上 独自抵挡面具男 奈何 这位面具男残忍的吸干惊血 一掌击杀 张三丰将师妹埋葬之后 一个执笔的判官 和穿着清凉的蛇女 便再次追来 一个罗煞勾魂 加阎罗索命 张三丰便被前进判官笔 砸在地上不能起来 转而又是大笔一枣 直接将他扔进湖中卫瑜 深不可测的湖底 激临死亡的张三丰 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个 害人的画面 随后 像是被打通了认读二脉 转而运动双手 突然动物出了武学的至高境界 无疾之道 水火相会 阴阳护记 原来如此 两个敌族的走狗刚要离开 张三丰突然出现在前方 本来毫无还手之力的人 突然像是得到了神力加取 将判官手中的千斤笔 轻松震到十米之外 转而再将蛇女直接揍吐血 当场暴鼻而亡 前同伴死亡 判官十分不能接受 明明刚才还是个弱鸡 怎么沉个湖底 还沉出一身功夫出来 于是 他咬牙再次提笔而上 只见张三丰不急不许 将他手中的笔打飞 转而一掌上去 变成眼前的七尺男儿 直接揍成了 乳秀未干的小丑 于是同时 另一边还解决了 中原地区所有高手的面具男 将毛头指指敌族王子 他之所以变成如今这样 全都是败这个敌族所赐 现在王子利用完了 该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 奈何面具男刚刚解决了 王子跟前的黑寡妇 小美同学便主动送人头来了 面具男冷笑一声 我是很乐意和你打一场 来吧 想死 我现在就送你一程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练就无疾之道的张三峰 一身白衣出现 他将小美挡在了自己身后 举手投足之间 多了不少无疾之道的自信 老子如今可是扭估了三峰 今天打你一个不成问题 只见面具男从一开始的百胜百胜 被张三峰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自己还愣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随后 大虫感应到小美有危险 也从地底下钻出 对着面具男便一阵狂吐 直接将蚕死 将面具男禁锢在白色的残茧之内 奈何 谁都没想到的是 面具男的施工 正好需要大虫的残茧 只见他抬手 直接捅进残势 将炫乎乎的残茧取了出来 直接上嘴就啃 简直古代的背眼 这场面也得一批 随着残茧进入面具男的体内 他体内的尸毒再次被激发 狂动着 对着张三峰就再次扑了过去 奈何 此时洞窟内突然地动山摇 八大门派的墨家兄弟赶到 面具男猝不及防地 被巨石砸倒在地 奈何都这个时候了 竟然竟然还在试图说服张三峰 和他联手一统天下 不得不说 这孩子对我三峰哥是真爱 奈何这张三峰 却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刚如并记得太极拳法出世 一顿操作那是猛如虎 将面具男给当场揍得 人不人鬼不鬼 连尸毒是吧 那我就将体内的尸毒 全给你逼出来 看你还拿什么链 随后 只见面具男一口醉物从口中吐出 直接暴毙在原地 最终 霍乱世间的毒 被张三峰全数清扫 中原大帝 再次恢复宁静 只是按照自然定理 一切善恶都是遵循天道 张三峰最终 将藏身在洞里的 敌族王子给放了回去 无论是敌族还是朝廷 皆是世人的造化 不应趴来插手 这是由吴岳和柳岩主演的 2022年的 网大新片《张三峰》 整部片子 浮化到够味 格局也算大起 以网大的水准来看 质量还算不错 喜欢本片的小伙伴们 可以找原片一看 再次恢复一下